歡迎收看 TVBS 國際家 簡單說 我是 TVBS 新聞網 國際組記者 利龍 中國社群媒體平台 近期寄出新封殺令 禁止用戶發布炫富拜金 奢靡浪費 炫耀特權等所謂的價值觀不正內容 並且刪除了數千條相關訊息 甚至大動作封鎖帳號 引發網紅圈地震 號圈在北京擁有七套豪宅 全身沒有八位數的行頭 不出門的網紅 網紅全新 等人就因此被封殺 其實北京當局早在冬天前就開始打擊所謂的毒流量 但是卻一直進而不決 最近這場行動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這麼做是合法的嗎 中國近年還有頒布哪些禁令呢 我們看到中國近年有非常多的網紅不停的炫富 第一個就是這個90後的網紅 網紅全新 他在抖音有超過400萬的粉絲 以炫耀浮誇的房產 珠寶 以及豪車來走紅 他號稱全身沒有八位數不出門 用人民幣2700萬買下翡翠飾品 另外還在北京蛋黃區擁有七套豪宅 最近的確沒買包 但是單包也不少 幾百個而已有的 登登登 這些給他看一看 最近入的包有什麼包 最近的確沒入什麼新包 好像只有這個 就是上次前兩天從西班牙拿回來了 因為沒有藍色的 普皮的就來了一個 第二個呢 同樣是90後的網紅 柏公子 在抖音有接近300萬的粉絲 自稱是美籍華裔 平常出門是名牌加深 而且保時捷代步 25歲的生日當天 甚至訂製了一台 勞斯萊斯送給自己 訂好了 據說是國內唯一一件 也是2020年秋冬最新的首款 因為價格太高 目前國內還沒有人訂 我是第一個訂這件衣服的人 第三個是鮑魚家姐 他號稱是全網最有錢的擴態 宣稱在澳門擁有兩套豪宅 也號稱家中擁有吃不完的鮑魚 非常誇張 不過這些網紅最近是踢到鐵板 原來中國社媒平台 騰訊、抖音、微博 以及小紅書B站 在5月15號是同步公佈 所謂的不良價值導向內容 專項治理公告 嚴禁用戶散佈炫富內容 以微博為例 最貴、天價這些詞都成了封禁詞 另外白收起家 月入百萬 財富自由等字眼 也被列入所謂的處置範圍 氫則三文警告 如果情節嚴重的話 則是會被直接封禁帳號 所以以上的三個網紅 全部都被消失了 那唱好中國經濟也不行嗎? 中共為什麼要打擊所謂的炫富行為呢?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的市場學教授謝田 他認為說 中共背後的企圖 並非為了撥振社會風氣 而是因為中國的經濟不斷衰退 為了防止貧富對立的民怨 轉向真正的有錢人 也就是中共的權貴階層 因此才各種爛招其上 另外美國聖塔瑪斯大學 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 他則認為說 中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民眾只能看網紅炫富 來追求想像的財富 這才造成這股炫富的風氣 另外呢 過往炫富曾被賦予中國人有錢 財力旺盛的展現 但是中國經濟走卧之後 中共內宣主打所謂的均富 因此這些網紅炫富行為 是背離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方針 還可能加劇民眾的相對剝奪感 這才導致中共出手的打擊 而中國媒體新聞城報則認為說 網紅炫富無形中 傳播所謂的敗經主義 物質至上 過度消費等不良價值觀 恐加劇社會的仇富情緒 貧富差距感 還有不同收穫群體間的焦慮以及對立 因此北京當局的打擊行為是必要的 而中國打擊炫富的行動 則掀起了兩派人馬論戰 有反對者表示說 對富貴人家而言 說不定他們只是想單純的分享生活 又沒有違法 還有人說 神經微薄該敬言的不敬言 蠻荒謬的 只是曬曬吃事喝喝的怎麼就違規了呢 不過支持者認為說這是必要的行為 他們認為說這是為了打擊階級對立 還有避免散播扭曲的價值觀 那麼看到中國炫富進而不決 難道是豆腐家的行動嗎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是創下1985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中國當前最有錢的家庭 他們的收入已經是最貧窮家庭的6.3倍 另外根據瑞銀集團 中國30%的國家財富是掌控在1%的人手中 另外其實中共中央的網信班 早在2021年就頒布 這個所謂的全國性網路清朗的行動 這個行動是做什麼呢 行動是把炫富財經列入重點整治內容 而且掩蓋極負以及極貧兩極 但是成效似乎是沒有什麼用 而網友則認為說中國打擊炫富的行動 之所以會效果有限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發現檢舉炫富內容 常因矩陣不足的失敗 而前中國媒體人趙藍健呢 他則認為說炫富並非禁止就會消失 因為人總有些行為模式會延伸到網路上 另外中國今年為了導正社會風氣 還有頒布哪些禁令呢 首先第一個是所謂的限於令 也就是他們要求影視產業必須要樹立愛黨愛國 重得上億的行業風氣 是限制節目內容 而且播出時間 還有參與演出的人員 例如他們禁止不合官方價值觀的人物 節目與外型 例如杜絕這個娘炮的畸形神昧 另外還有第二個所謂的限遊令 也就是說他們規定未前的人 每天寒假打遊戲時間 只能最多16個小時 之後他們又把這個禁令再度加強 規定說未前的人 每天用手機不能超過2小時 中共多條禁令不免讓有管太多的拘束感 有如回到戒嚴時期 那麼關鍵朋友們認為 打擊炫富的行為是必要的嗎 還是多餘的呢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以上就是今天的國際甲簡單說 我們下次見